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磕三头而亡 却让人唏嘘 梅超风的一生 背负着愧疚和仇恨 却无限向往回归师门 最终愿望达成 含笑而亡 究竟是谁之过错 梅超风 原名梅若华 也曾在父母膝下成欢 天真烂漫 无忧无虑 与江湖无关 父母被奸人所害 双双去世后 被黄耀师收于门下 带到桃花岛 桃花岛上习武 在弹指风 清音洞 绿竹林等留下美好回忆 情斗初开 与二师兄陈玄峰的相恋 注定这一切都要离他远去 黄耀师身为武爵之一 号 东邪 性情古怪 弟子们对其又惊又怕 二人私定终身 不敢让师父得知 祖姓离岛私奔 并倒走了师父极为重视的九阴真经下步 还连累了四位师兄弟 被师父挑断绞筋 赶出师门 二人心怀愧疚 却不能回头 只剩下对方 在江湖上相微取暖 为求生存 强行修炼九阴真经下步 却无内功心法支持 只能扶披霜 避免走火入魔 却落的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落的 黑风双煞 知恶名 避走大漠 大漠之中 结仇江南七怪 恶战之中 陈玄丰被年幼的郭靖 次中赵门而死 梅超峰也被磕镇恶暗算 双母失明 而江南七怪也折损一人 双方结下死仇 梅超峰失去爱履 双母皆盲 仿佛弱大江湖 只剩其一人 只剩下报仇和回归师门之念 支撑着他 隐居十年 赵府之中 对杨康相助 九阴白鼓爪和崔心掌炼至华靖 武功大成 并得知杀夫之人 就是郭靖 欲报仇 却被黄荣所组 归云庄上 再战郭靖和江南七怪 奈何双母失明 丢失九阴真经下部 却欲师父黄耀师 驱除门下弟子 是黄耀师气愤之下 所做的决定 之后颇敢后悔 此时见得弟子 欲收回门下 当场重收陆成风 而一切的源头都在陈梅二人 陈玄峰已是 给了梅超峰三个条件 并在背上打下复古针 已是惩罚 完成后 答应让他回归门下 梅超峰惊喜谢恩 回归师门的愿望 总算见到一丝希望 牛村之中 梅超峰大战全真七子 落在下风 正巧被赶来的黄耀师和欧阳峰看到 黄耀师出手 对战七子天罡北斗阵 僵持之中 欧阳峰出手偷袭七子 击杀七子之一谈处端 黄耀师不虐 怪欧阳峰不该出手偷袭 欧阳峰却用蛤蟆攻狱偷袭黄耀师 旁边的梅超峰见状 忽视心切 替黄耀师挡住致命一击 在弥留之际 回响一生 心有悔意 黄耀师成全梅超峰 重收门下 梅超峰磕三头 断左手腕骨 废九阴攻打 完成黄耀师给予的条件之一 但剩下两个条件 徐悔九阴真经 和找到被逐出师门的师兄弟 却无法完成了 死在黄耀师面前 但死前能回归师门 也算是完成心中夙愿 但直到现在 阿浪才明白 原来曾经每一个让我们一难平的结局 其实都是故事里的人能做到的最好的结果 为超峰 一个如果不是刻意提及 就早已经被人遗忘的名字 似乎他的出现 只是为了给郭靖的传奇之路 增添一点别样的精彩 但是阿浪却觉得 没有任何人的存在 就是为了衬托别人的伟大 哪怕真的是一颗无名的种子 也会在属于自己的角落 开成独一无二的花朵 所以 相比于梅超峰 阿浪更喜欢他原来的名字梅若华 这是父母对他最质朴的期望 却也是他最真实的写照 他始终如同梅花一般 暴离在塞外的苦寒之中 独自散发着属于自己的芳香 如果没有意外 在黄药师的 教导之下 梅超峰必定会成为一代女侠 回想在桃花岛上学艺的日子 也许是他最为快乐的时光 至于师父 虽然脾气古怪 对于自己却是倾囊相受 其实江湖本无事 是我们的欲望在兴风作浪 所以 与其说是一本九阴真经 改变了他的命运 倒不如说他与其余女子一样 在坠入爱河以后 就会变得痴狂而又迷惘 遇见陈选风 却是他怎么也逃不过的劫 有些是早就写进了越老的鸳鸯土 就算再怎么不合情理 该发生的终归一件也不会落下 所以 即便在桃花岛的规矩之中 爱情是牢笼 是枷锁 但是 如果另一半是他的话 梅超峰甘愿走进牢 龙带上枷锁 毕竟平淡无奇的人生中 总是需要一些经验之人 来证明我们存在的意义 为了爱情 他宁愿背弃尸门 成为人人喊打的黑风双煞 一路潜逃来到大漠 可他们能够逃离万丈桃花 却怎么也跳不出云云众生 在短暂的平静背后 酝酿的却是更大的风暴 面对凶灵昭著的黑风双煞 江南七怪为了武林正义 在明知不敌的情况下 依旧选择挥剑斩恶龙 使无知却也是独属于江湖人的无畏 只不过代价却是韩晓莹与张阿生的阴阳两隔 而梅超峰也失去了自己的贼师兄 以无辜人的血肉铸成自己成功的阶梯 不论怎么说都是一种错误 所以陈玄峰的死怪不得任何人 梅超峰也因此付出了一双眼睛的代价 这次仇恨就成为了他人生的全部 执念太深的人总是站在清醒与麻木的边缘 不能堕落 却也不敢解脱 多年的塞外寒风非但没有让他变得清醒 反而让他对这个江湖充满了怨毒 如果没有黄荣的出现 梅超峰必定会继续向这个世界宣泄他的痛苦 可偏偏在这次相遇过后 让他看到了回归桃花岛的希望 也是直到现在梅超峰才明白 在他内心的深处 桃花岛从来都不只是师门而已 而是他想回却怎么也回不去的家乡 毕竟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总是希望 能够得到家人的原谅 所以哪怕黄荣多次欺骗自己 可梅超峰依然默默地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家人 而他的执着也换来了黄药师的认可 三枚复古针看似是一种惩罚 其实又何尝不是另一种保护呢 不管是背叛师门还是偷盗经书 任何一项罪名都足以让黄药师清理门户 可他非但没有痛下杀手 反而用另一种方式 让梅超峰能够光明正大地重回师门 但是命运从来不会轻易地放过那些处在深渊里的人 刘家崔一战 当他看到梅超峰一人独占全真妻子 逐渐落入下风的时候 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 要知道黄药师可是与王重阳同一辈分的人 如今为了梅超峰 竟然可以丝毫不顾及脸面 宁愿坏了江湖规矩 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徒弟 足以证明 在他的心里早就已经原谅了梅超峰 如果没有意外 此战过后 梅超峰就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圆满结局 但恰恰就是因为遗憾的存在 所以才让故事显得更加完美 欧阳峰趁着黄药师不被出手暗算 为了保护师父 梅超峰只能用身体抵挡欧阳峰的权力一击 甚至在临死前还不忘自费武功 救赎了自己当年斗精盼走的罪过 回顾梅超峰的一生 阿朗无法妄言 他到底是正义还是邪恶 可从原本天真烂漫的姑娘再到令人丧胆的黑风双煞 他失去的又何止是 陈玄峰也更是曾经那些真心对他的家人 从判出桃花岛开始 再到远走塞外苦寒之地 回家与复仇 就成为了他挥之不去的梦魇 其实他并不无辜 甚至罪孽深重 但是终究也只是一个迷路的孩子而已 只可惜万里桃花依旧 西人却已不在 当所有的逃避都变成无力的回望时 我们才后知后觉地发现 原来命运才是世间最无情的捉弄 梅超峰一生凄苦 在江湖中苦苦挣扎 为年轻时犯下的错误赎罪 但本性善良 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孩 沦落为江湖中的女魔头 是谁之罪过 故事在宋代 封建里叫严格 陈玄峰和梅超峰同出师门 私定终身 与礼法不合 盗取师门重宝 更是罪大恶极 被众人所鄙视 若得恶名 无法挣脱 黄耀师身为东邪 虽表面蔑视俗世礼法 但骨子里也是读书之人 尊礼爱明 受到封建里叫的制约 否则也不会迁怒于弟子 将其挑断绞筋 赶出师门 这一做法 让陈玫二人感到更为内疚 无言面对师父和师兄弟 一切错误 并不能完全归于陈玫二人 封建礼法之言科 对于师父的畏惧 师兄弟的愧疚 江湖的险恶 以及丧夫之痛 诞生了女魔头没超风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阿浪 专注武侠解读 如果各位大侠喜欢我的视频 还请留下你的足迹 让我们一起讨论交流武侠世界吧